哈喽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这里是牛舍 上一期我们轻松击败了一个海盗 成功晋级到锦标赛的决赛 今天我们就看看能不能赢的决赛 成功把这400个金币带回家 还是以前的阵型来匹配一下对手 这次匹配到一个爱等水兵 我们首先来开局 按照包围阵法来走 从左到下再往右再上来将包围一圈 先试探他的海域边缘有没有船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战绩 他没有玩过经典模式 玩了两把高级模式 只赢了一局 也就是个新手 哎好不错不错 开局打中了他的一个一号艇 他打的比较随机啊 好像没什么套路 这下我们不就稳赢了吗 他已经非常靠近我们的四号艇了 但是没有继续往上面走了 很奇怪啊 他非要把下面给填满 我们已经在他那边走了一圈了 没什么收获 他终于发现我们的白给船了 看他能不能一口气给击沉啊 好的没有 又给我们机会了 好的 我们的四号艇没了 但是他打得不太好呀 花了那么多时间就探索了我们的左上角 又摸到了我们的三号艇了 前期的运气还可以啊 好的我们也摸到他的船了 不知道在哪个方向 三号艇要没了吗 他选择打下面 如果是我我肯定是靠边打上面 不会吧 我们这把的运气不行啊 就来当苗边炮手 这次再不中我揪 好吧就当我没说 又浪费了三次机会啊 他这到底是什么船呢 他的运气整理好呀 又摸到我们的一个三号艇了 看来我们这局是逆风局啊 开始寻找他的四号艇吧 我们就打断四个以上的空格 肯定能找到他的四号艇 哦我们的三号艇全没了 两艘都为他摧毁了 别看他是个新兵弹子 但是运气贼好 能打败他的只有我们的套路了 他的前期打得比我好 但后期如果他没有方法呢 会慢慢的落后下来 好的又摸到他一艘船呀 应该是树子放的吧 哎我们猜对了 原来是一条三号艇 还不错 哎我们继续找他的四号艇 哦我的天哪 他又在中间放了一条船 这船放的还挺密集的 不在右边 难道又是树的 等会我们打下面看看 哎他在下面 哪一套 看招 哎下面又没了 看来只能在上面了 难道又是个三号艇 希望吧 这样我们可以继续再找他的四号艇 他说话了 不会吓到他吧 哎你淡定一点啊 谁能赢还不一定呢 又摸到他一条船 中期我们的运气就慢慢的好起来了 这可能和我们的打法有关系吧 我们再慢慢的赶上 并且超越他 呃 他的运气也不赖嘛 直接瞄到我的一号艇了 好了 又继承了他一条二号艇 还是呀 我们来找他的四号艇 长四个格子的地方呢 已经不多了 我这次又摸到一条二号艇吧 不是四号艇 空格没有那么长 三号艇呢 完全被摧毁掉了 只能是二号艇 现在呢 我们还剩两个二号艇和两个一号艇啊 对面还剩一个四号艇和三个一号艇 这个二号艇肯定是没救了 好在他的四号艇还没找到 继续找他的四号艇啊 就上面两处有四个空格 两次就能找到了 又一艘二号艇被他摸到了 希望他不要搭左边能给我们一次机会 我们就能把他的四号艇给提前摧毁掉 OK 舒服了 他就剩下三个一号艇了 我们要好好想一想啊 他能藏在哪个地方呢 诶 好的 又打中他的一条一号艇啊 继续试试下面 哇塞 又中了 最后一个不会在上面吧 我去 三连中啊 我们也太欧皇了吧 最后三个一号艇三连中 我们的运气也太好了吧 第一次最后三连中 太爽了太爽了 估计对方都被打蒙了 心里想啊 什么玩意啊 怎么三连中 我只是大概拆个地方 没想到水投一针就咋中了 我们现在就赢了 花了将近一个星期 终于把这场锦标赛给打完了 最后我们终于获得了 第一个锦标赛的冠军啊 同时起初加入了100枚金币 最后获得了400枚金币 三连中